就是刮虎5的地方 标题为访客留言板 那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做标题 原来我们在新增网页的时候 没有变更标题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地方再变更有标题的话呢 有个方法就是Message按右键内容 这个地方标题就把它输入成 这叫做访客留言板 反客留言板 那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 那特别注意 它这个字好像板 这个标题的地方 那这个标题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打开Message 现在是空的 那在浏览器中预览的话呢 它的标题会在哪里出现 特别注意 在这边 访客留言板 那如果说你原来 假设说我今天原来 比如说像 像SFM 像这些都没有标题 有没有 我就预览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标题叫做什么呢 新增网页6 有没有 那这个标题如果没改的话呢 那就会 就是会出现的名称 就不是他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 直接Message按右键内容 访客留言板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在网页上方呢 做 输入文字 这个文字叫动态 反正动态很简单 你就输入文字 那我预先先把它复制起来 你就自己打字上去 打字上去之后的话 做动态 怎么做动态呢 反正动态文字 就记得检视工具列 这个有没有 DHTML效果 当有没有 这个工具列啊 当载入网页的时候呢 看用飞入好了 至哪里飞入就可以 会飞就可以了 会动就可以了 反正动态文字 再来的话呢 背景 跟音乐 有没有 三跟四 可以一起做 三的话呢 就是格式 背景 背景的图片的话呢 它要求是 02 03 开启 那背景音乐 特别注意 它就在隔壁 所以一起做就可以 在这里 背景图的一般 背景音乐 背景声音 浏览 要求是 在上一层 Music里面 02 01 只有这一个而已 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Message的部分 接下来呢 下面 6的部分 也是这一题 最容易 有问题的 就是说呢 做出来 一定要像 这个地方 有个参考解答 我们来 来看一下 参考解答里面